好的 我們現在說天氣好熱快熱死人了 恐怕不是一個形容詞了 而是有實際的數據在支持 我們先來看到在南韓 南韓已經連續22晚 創下了熱帶夜的這樣的記錄 在5月底到8月初的時候 南韓中暑患者 已經來到了2293人 還有21人因為熱而死亡 在8月12號的時候 南韓因此創下了用電量的新高 還有就是呢 在南韓現在也傳出有大量的牲畜 跟羊之魚都是熱死的狀況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熱帶夜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定義就是指 夜間的最低溫超過了攝氏25度 那麼現在已經是連續22個晚上 這創下了一九零七年 開始有氣象觀測以來的第三長紀錄了 而且這樣熱的狀況 不只是在南韓發生 我們來看到是呢 根據了巴塞隆納全球健康研究所的報告就顯示 我們過去所經歷的2023年 現在恐怕被認為是史上最熱的 而在歐洲因為高溫死亡的人數呢 2023年來到了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人了 僅次於二零二二年的超過六萬人 科學家指指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就是因為人類的碳排放 現在造成了地球暖化的狀況是越來越嚴重 而且這樣的熱的狀況呢 針對了老年人還有南歐地區所面臨的威脅是特別嚴重的 另外還有美國國家海洋紀大氣種族的報告 同樣也提醒大家就是我們剛剛所經歷的 二零二四年的七月是已經地球連續十四個月突破高溫紀錄 在非洲在歐洲還有亞洲都經歷了一個史上最熱的七月 北美則是有史以來的第二熱 那麼呢二十世紀平均氣溫是十五點八度 可是七月呢卻高出了攝氏1.21度了 現在研判2024年有77%的機會 可能成為我們所經歷過的史上最熱的一年 以上訊息給我給你眼前去鎖定華視新聞 Hello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